Hello,大家好,珠珠春路 多謝大家的支持 前兩天五一假期的時候 講過四太梁安琦的蒲京人 小友爆了鵬 不過始終如果一折淡三虛 學網友說 但靠長假期都不是辦法 好難頂 開不了完都要折留 這是好自然的事 最近社交媒體流傳一幅相 有個大信封 和有中英文的字 那位仁兄不知他男還是女 說自己被裁 內容是這樣的 鋼正食營運滿三個月的澳門蒲京人酒店 現在開始架構重組和裁員 我很高興成為開張團隊之一 但無奈我亦成為被裁的本地員工之一 疫情下希望與我一樣情況的人 能保持身心健康繼續努力 歡迎任何的工作機會 多謝 不知真是假 不過如果環境不好 就算一個機構架構重組 減低個別人手 都沒辦法 老闆其實都想生意好 請大批人手幫他做到不停手賺錢 聽說澳門新口岸區有些衛星賭場 已經開始裁員 不知確實工種和人數有多少 或將來會否退場不做呢? 說回蒲京人和上蒲京 倒是上年暑假開張 本來享有新場效應 可以趁暑假蕩期吸客 但當時疫情急轉直下 反而情況更堪如 蒲京人一度索性關門大吉 暫停對外開放 蒲京人因為是四太良安期的私人投資 聽說投資了五六十億打造 沒想試 真是不知他盤數怎樣 蒲京人佔地十萬六千平方米 主打澳門經典元素 度假村大樓高十二層 內設三個酒店品牌 提供合共820間客房 好這集就看到了 如果大家想之前我可以掃片尾的截圖二維碼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